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物之必查验 重耗之必查验 特别有意思 两个极端我都要认真的体会观察了解 思考一下 我觉得这个特别厉害 就什么意思呢 当所有的人都说一个人不好的时候 请你仔细的掂量掂量 研究研究再说 值不值得信 当所有的人都说一个人特别好的时候 你不要就跟着崇拜去了 你也要去考察考察 为什么会是这样 而且这里用的是很肯定的态度叫必查验 必查验就证明一定其中有不为人知的东西 为什么 大家觉得为什么重物之必查验 重耗之必查验 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为什么重物之你要必查 重耗之你要必查 孔子讲这句话的底气来源于什么 极端的是不符合自然的规律 放在人身上也是这样的 这个事实上是有完美的人吗 没有完美的人 所以当重耗之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人首先不是完美的 再多的人说他好 他也不是完美的 其次这个虽然上有彻头彻尾的坏蛋 这个完美的人或者 这个 可能叫完丑 反正跟完美相对的 就完全不行的 一点好都没有的 所以这个其实 对没有绝对 所以这个其实特别适合在今天 我们在网络时代 因为网络时代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大家很容易被有些网上的意见所左右 我们经常听着大家都在说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啊是这样 对吧 都在夸谁就觉得啊真的是 好 都在骂谁 这真的是我们跟着骂 众目之必查言 众耗之必查言 一个人怎么保持独立的思维 这个其实是孔子对我们提出的一个警醒 对中庸才是正道 是这样的 中庸才是正道 而且大家知道中庸的庸是什么意思 庸是长的意思 庸长 恒定 平衡 只有中 才能够恒 好 这是今天讲的15.28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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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